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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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大家好 我是李宗盛 你们好 欢迎所有刚临现场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 大家好 我是尼格买提 在这里要感谢天王表夜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成功道路上 都离不开贵人的提携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有一个主题 就是伯乐 我也想问问问小妮在你漫长而又曲折的主持道路上 谁是你的伯乐 什么叫漫长 我这么年轻 我的伯乐有两位 他们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个贵人 那就是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 其实我小时候是个特别内向的孩子 当着众人不敢讲话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真的 思思 别说我 你的伯乐是谁 我的伯乐 真的人数众多呀 除了我的爸爸妈妈之外 还有我的姥姥姥爷爷 不 关键是我的伯乐 今天都来到了现场 就是在座的所有的观众朋友 真的 你看 从最初的挑战主持人到 后来参加主持人大赛 到真正的成为了一名主持人 正是有广大观众朋友的支持 才能支撑我们一步又一步的走到京都 所以真的要对所有的观众朋友说一句 谢谢你们 你们是我们的一时父母 谢谢 说到伯乐啊 今天来到回声聊亮的三位嘉宾 他们也有自己的伯乐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贵人的体点 才能够得到观众的赏识 究竟他们有着怎样的故事 我们一步吧 掌声有请 我们回声聊亮的老朋友 刘圆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识 我的家族在心里 家的国意和处理 我是荣誉的一力 家是幸福的洋溢 我的每一层土地 家的每个足迹 我与家面在一起 创造地球的世界 創造地球的世界 我是我的国 家是我的家 我爱我的国 我爱我的家 我是我的国 家是我的家 我爱我的国 我爱我的家 我爱我的国 我爱我的家 欢迎来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刘圆圆 欢迎刘圆圆 这个动作我特别喜欢 当时全国上下都特别流行 它的意义就是家 当时呢我们唱这首歌呢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到看到 我们讲的是什么意思 唱的是什么 所以呢当时设计了这个手语 这个是 画这样一个圈是国 这样像一个屋檐一样的是家 我们大家也可以来学一学这个手语动作 好 咱们一起来 来 刘圆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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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首歌曲无论是创作还是最终演唱方面 都是考虑得很全面哦 当然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主题在开场就说到了 是伯乐 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刘圆圆 你的伯乐是谁 我的伯乐应该是王洛斌老师吧 为什么 王洛斌老师是民族音乐家又是西部歌王 变成您的伯乐 因为我小的时候在新疆生活过一段时间 就是我的拜拜是新疆军居文工团的 那么正好王洛斌老师也在这个团 那么我记得在有一次夏令营的时候 认识了王洛斌老师 当时我在一个小河边练歌 然后他走过来 就问我多大了 唱歌唱得这么好 我可以教你啊 哎呀当时我就觉得 更想唱歌了 因为他给我点播了几句 我就觉得对我特别受益 这对于所有学音乐的年轻人来说 是莫大的荣耀 哎呀这老乡好不容易来到回声聊亮了 我觉得我不能这么轻易的放过您 您还得再跟我们完完整整的唱一首歌 满足一下大家的愿望好不好 那好吧 你和太阳一同伤情 你和太阳一同伤情 每种既队一同伤情 你和太阳一同伤情 雪白相宇 冲风走万个世纪 万个世纪 无限空气啊无限空气 你将中华民族的心 并在一起 无限空气啊无限空气 你将全世界中多人 仰慰独气 你将全世界中多人 仰慰独气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位嘉宾啊 我觉得他的到来特别契合今天的主题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资深伯乐 发掘并且培养了许多优秀的 有潜质的年轻人 但是这位资深伯乐 你想想他年轻的时候 曾经也是一匹千里马呀 当然 但这一匹千里马 他的嘴可厉害了 所以我现在内心相当忐忑 让我们掌声有请 施胜杰 有请 欢迎施胜杰老师 大家有请 施胜杰老师您好 欢迎您 大家好 施胜杰老师一老 来呀 我看大伙都乐的 这是笑的十周 我们再次欢迎向上表演一首架 施胜杰老师 谢谢 谢谢各位热情的掌声 非常感谢 特别感动 当然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施胜杰老师 今天我说您来特别合适 因为您现在是一位伯乐 发掘很多年轻人 不敢当 我也想问问您 您年轻的时候 您的伯乐是谁呀 我的伯乐 我的伯乐 准确的说不是某一个人 是生活当中的一种自然现象和感受 那就是饥饿 怎么讲 因为我小的时候呢 我出身于相声世家 我从小就随父母在全国各地去演出 等到我继世的时候呢 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 吃不饱 吃不饱 怎么办呢 到剧场 看父母去表演 所以呢 经常到那去 我就学会了好多相声段 那么就上台去演出 到台上演出呢 就赚钱了 我从六岁半不到七岁的时候 就可以养家糊口了 所以生活也是我们的伯乐 对 也是我们的老师 所以我觉得我的伯乐 是饥饿 是生活 那在相声艺术的这条道路上 有没有哪个人 是您特别想感谢的 我爸爸 除了我的父亲 就是我的恩师 侯宝林先生 是我的伯乐 那侯宝林大师 当年是怎么就看上了 您这批千里马 84年的一次偶然的机会 在青岛 有一次全国的 叫新相声作品研讨会 侯先生是那次活动的 艺术指导 我呢 在那次研讨会上 也说了一段相声 我记得很清楚 叫肝胆相照 应该说那个演出效果比较好 后来侯先生在一次研讨会上 就拿我作为范例 当时有三十多家媒体 参加这次活动 有一位记者就提出来 说侯先生你那么喜欢师圣节 你是不是有意要收他为徒 当时侯先生就回答说 我想 但是我不知道师圣节 同意不同意 后来这位记者呢 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 所以为了核实这件事呢 我中午就到侯先生的那个房间 我去核实这件事 我去问侯先生 我一进门 我说侯先生 我听说了 说您在会上的讲话 您的发言 您有意收我为徒是真的吗 侯先生说是 我是怎么想的 我当时就给我师父跪下了 我们爷儿俩四目相望 眼泪都掉下来了 我师父就说 儿子 我收你为徒 不是咱爷儿俩个人的事 是中国相声界的一件大事 侯先生是相声大师 而施圣节老师是侯宝林先生的关门弟子 我知道侯先生是非常吸财爱财的 对于这位关门弟子啊 也是相当的钟爱 很多特意在您身上都体现出来了 比如说 这还在这说吗 必须说 跟我们大伙报道两 就唯一的 批准师圣节这个小徒弟在他们家里 吃饭的时候破例可以喝一点酒 可以喝一点 那您跟侯大师也一块对着 那不敢不敢 我师父坐着我从来不敢坐着 我师父坐在那我必须站着 站着喝 不 今天俩没在一起对影 明白了 明白了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 我这会慢慢往下挖 但是今天请您来啊 还想让您好好过过嘴瘾 什么意思 您就拿我当靶子 干嘛 您对我还比较了解 我喜欢你 挺喜欢 真的 真的 那就对了 接下来的时间啊 这个环节很重要 就是希望您用一分钟的时间 好好的夸一夸我 一分钟 对 是说 张老师您觉得一分钟是有点多啊 三十秒反正也行 您要是 这个要是一分钟夸小妮啊 我能把它说成劣势 你别打我 那还是三十秒吧 那您还是二十秒吧 我不想那么早成劣势 我喜欢小妮 特别是你主持的节目 你的主持风格 真的 你很青春 很活泼 我有什么缺点 没有什么缺点 如果说美中不足的话 我希望你们那个主人 那个台子底下再垫点东西 这样显得你个儿更高一些 哎呀 我觉得施胜杰老师 这语言公笔太厉害了 明包暗扁 免礼堂针 笑礼堂钩 这是夸我 没有 我们就 我们就希望施胜杰老师 今天作为自身博乐 来到我们的现场 当然会有很多的千里码 您帮我们鉴别鉴别 究竟谁是真的千里码 这也是我学习的机会 嗯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施胜杰老师 落座嘉宾 谢谢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请出场的这位嘉宾 我觉得她是很多观众心中的女神 而且我觉得好像岁月也真的特别的优待她 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 岁月丝毫没有在她的脸上留下任何的痕迹 还是那样的光彩照人 嗯 我们看过她演的戏 听过她唱的歌 今天来到回声嘹亮的舞台上看看 她会有什么绝活拿给观众 掌声有请 宋佳 有请 演唱的歌 山朦胧 梦树朦胧 秋冲在泥农 花朦胧 枫叶朦胧 晚风 坑绵龙 山朦胧 梦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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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泥农 花朦胧 枫叶朦胧 晚风 坑绵龙 当我 偶然 梦树 但愿 痛入梦 欢迎 欢迎宋佳姐 你好 欢迎宋佳姐 你好 你好 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吧 对 那赶紧跟观众们打个招呼 问声好吧 宋佳在这儿问大家好 祝大家心想事成 健康如意 刚才宋佳姐演唱的这首歌曲把我们的思绪都带到了当年的琼瑶电视剧当中 我知道您也是当年内地第一代的琼女郎 对吗 对 那个时候是什么截然契机就接拍了琼瑶阿姨的戏 当时我在拍《月朦胧鸟鸟》的时候呢 已经拍了几部电影了 在大学里面 那么在这几部戏当中呢 有三部都是上海电影制片场拍摄的 琼瑶老师当时跟上海电影制片场合作 当时有一个导演叫石鼠君 那么当时看了我其他的一些戏的角色 觉得我非常适合这个如梦如幻的这个裴心童 所以她就找到了我 所以琼瑶阿姨可以说是您的伯乐了 因为我们之前接触过很多就是演过琼瑶阿姨系的演员 她们都说每天几乎都要哭是吗 然后那个台词啊相当复杂 就都是对账的 没错没错 我就记得琼瑶老师这个写的词呢 都是长天大论啊 所以当时石鼠君导演很大胆 他真是一个很大胆的导演 他就每个人给了我们一本小说 他说我就不不写剧本了 这个词一定要原本的保留 我说导演我们这么长的词背不下来怎么办 没关系 我把这个书就你们每个人拿的书就放在底下 你可以扫一眼 你主要不跳出戏来就行了 这算是我们主持当中有提词器的状态 你们也算是有这样提词的状态来演戏 我们来看看用这种全新的拍摄手法拍摄了这个琼瑶电视剧当年的场景是什么样的 来看一下 不 我已经没有需要 没有爱 没有牵挂 没有欲望 什么也没有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请问你到底是谁 我不知道您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婷婷 只有婷婷 你不是有个柜子装满羊娃娃吗 来拿给我看看 好经典啊 而且你现在看当年的宋家 现在的宋家 依旧是如此的美丽 我们刚才是跟大伙一起来回顾了宋家姐以前的辉煌历程 当然现在我们也特别想问问 最近在忙些什么 四年前 青岛一个大学里边做了一个宋家国际艺术学院 我就从演员突然又改转行吧 做了教育工作 因为做了几年之后身体力不从心有点 再加上女儿完全回到国内来 为了女儿吧 牺牲一切付出一切 所以现在隐退了 幕后英雄 所以是一个好妈妈 那今天宋家来到回声聊亮 您刚才说话的时候 我脑子一直在回到刚才您的歌声 所以我觉得其实还不够过瘾 能不能完完整整的给我们唱一首歌 这样吧 因为我从小生在青岛的大海 来唱一首《大海故乡》 好 有请 小时候妈妈妈对我讲 《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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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生活的地方 海风吹 海浓涌 随我飘落 此方 我大汗 呀大汗 就像猫猫一样 走遍天的海角 总在我的身旁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常说一句话呀 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大伙看看 现在我们的三位嘉宾 已经落座了 这三位伯乐 已经准备就绪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将会轮番请出的 就是各组翻唱团成员 希望他们今天 能够好好表现 借我们伯乐的慧眼 找出千里马 千里马是吧 有一句俗话说得好 是骡子是马 拉出来溜溜 这好像说 下面这位嘉宾不太合适 不太合适 因为接下来这位 是个大美女 掌声有请 张楚楚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多看了你 但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梦想着忽然 等有一天再相见 从此我才是孤单撕裂 想你你是你在天边 想你是你在眼前 想你是你在偶寒 想你是你在心天 我才是在心天 宁愿相信我们皆是永远 今生的爱情的事不会再改变 宁愿用这一生用力发泄 我已经在你身旁从未走了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都看了你一眼 欢迎楚楚您好 欢迎楚楚您好 介绍一下自己啊 你是来自哪儿的 我是我叫张楚楚 我来自于上海戏剧学院是一名演员 首先回答我们的问题 你的伯乐他是谁 我的伯乐离我们非常的近 就在看台上 在看台上 看台上的各位跟我们招招手 我们是世界没击球 请问看台上有三位伯乐 谁是你真正的伯乐 哪位是主裁判 是我们的宋老师 宋佳老师 哎 怎么宋佳老师就成你伯乐了呢 嗯 没有宋老师的栽培 就没有我的今天 哦 所以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来向宋老师表达感谢的 是的 宋老师是在什么场合 发现了这匹千里马 哎呀 很小很小 因为我觉得这孩子呢 嗯 挺多才多艺的 所以就开始栽培他 嗯 他从小学会画的 画画的非常好 嗯 后来呢 去美国了 去美国呢 就是 以优异的成绩呢 拿到了美国政府颁发给他的数学状元 忘了 会画好怎么办呢 他就矛盾 我给他提了一种意见 啊 我希望你还是从事艺术吧 艺术 比较广义 他将来可以从事更多的这个行业 哦 所以你看 在处处前进的每一个道路上 都有伯乐的提点 那两位 之前和老师合作过吗 在舞台上 啊 合作过很多次 哎 那在我们回声聊亮的舞台上 能不能也合作一次 来点不一样的 嗯 要不是唱两句细句 老师还教过你京剧啊 我们来听听 来来来来 有请 关键我没听过宋家姐唱京剧啊 来 头一回 唱哪段啊 合作的东西很多 还真是很少一起来唱过戏的 嗯 要不然 施盛杰老师 您 跟我们一起 哇 您点吧 那如果我们能唱制斗 您会吗 咱们一家人 你们成一家人 谁成一家人 什么 我要站那儿 是不是大家会误会 不会 我们顶多绝对是 爷孙三代 来吧 来 就我们这岁数带一姑娘正好独生子女 您不说我们还真没往那儿唱 唱什么呀 制作行 制作 我试试啊 我来胡川奎 胡川奎 我叫板 我先唱 你问的是 他 想当初老四的队伍 才开张同工 才有十几个人 七八条枪 好 行吧 可以 我们就到这儿吧 到这儿吧 我们不敢唱了 然后到您这儿了 这个 直接走了 直接走了 这些很特别的一个版本的制作 真的 来 请继续 是他 阿青的司令将 阿青草 真是不心肠 我陪赴你 趁着地铃 有胆梁 竟敢在柜子面前刷花枪 若无有抗欲救过的好思想 也能够设计救人 不慌张 唐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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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王 汉心光 江湖一席 一列王子里 常爱我常望 我有喜 北朝大树 朝成两夜 是醉 从湖光光 能与他们 又长相 今次只 挑战沙家旺 这棵大树 有银梁 你与他们 常爱王 墙底是安排朝银 更正常 唱得好不好啊 哎呀 关键你洪双葵在那乐 他前咬后合 还在那鼓掌拍巴掌 真好 真的那么默契 真是的 我没想到会那么默契 很默契 你还在唱的自正腔圆 我特别喜欢 其实现在自为我们年轻人 能把戏群 把京剧唱得这么好 真不容易 太不容易 最关键的是他跟两个大腕合作 毫不怯场 从容不迫 刚才施盛杰老师说 这两位配合特别默契 我看他们长得也挺默契的 是啊 怎么就这么默契 长得默契 配合也默契 身高也差不多 身材也都这么好 只是失身关系吗 还有什么关系 我们俩还有点血缘关系 她是你的二姨 江湖俗称是我姐 其实是我妈 所以楚楚是宋家姐的女儿 新妈 新女儿 所以今天也是把自己女儿带来了 也是一路上陪伴着女儿成长 我说刚才为什么说到女儿 这一步一步 说的那么明白 我想问问楚楚 因为妈妈光环实在太耀眼了 所以你作为新二代 会不会觉得有点压力 说没有压力肯定是假的 但是这种东西 客观的去看它 应该是既有优势也有劣势 我会比别人机会多一些 所以说既然得到了优势的这方面 就要去承受这种不好的这一方面 所以把压力转化成动力 对 从妈妈的角度 觉得女儿是沾您的光多一点 还是她自己的努力付出更多一点 她没有那个金刚钻 她也揽不到那个瓷器火 我再是母亲 我可以为她献出所有的爱 但是我还是有 在艺术上 我还是有这种分寸感的 我就跟我女儿说 我说艺术这条路 是一条永远迈出去走不回来的路 你只要走上了这条路 你只有孜孜不倦 像大漠里的落色 永远坚韧 执着地往前走 都说千里马常有 多乐不常有啊 所以也多亏了您从小以来 对她的细心栽培 才有她现在的成绩 再次掌声送给这位伟大的母亲 所以我在想今天 母女之间的感情 用一种方式更好的承载 回声嘹亮 我们是歌曲的节目 用歌声的方式 楚楚也表达一下 对妈妈的爱好不好 好 和妈妈一块唱首歌吧 我们一起为大家唱一首 妈妈主题的歌 叫烛光里的妈妈 好 有请母女俩 妈妈 我想对你说 发到随便有烟香 妈妈 我想对你笑 眼里却点点泪黄 噢妈妈 烛光里的妈妈 你的黑发 扮起了双花 噢妈妈 烛光里的妈妈 你的脸颊 吟着这座牵挂 噢妈妈 烛光里的妈妈 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 为何是去双花 噢妈妈呀 女儿已长大 不愿牵着你 一起走过 春秋冬夏 噢妈妈 噢妈妈 小时我 小时我 你儿子 有你儿子 你儿子 抱她 哎呀 思思 接下来要上场的 这两位 这一对嘉宾啊 我真是太爱她们了 是 看到她们 我刚才台下看到她们 觉得特别幸福 特别开心 第一点 因为她们太可爱了 第二点 她们是我的老乡 说的就跟你的孩子一样 差不多 你的那个骄傲之情 都在里面体现了 要我都迫不及待 想把她们两个 记上来了 关键是 是你的老乡同时也是刘圆圆 圆圆姐的老乡是不是 没错 所以她们两个人是 专程从新疆冲着刘圆圆 来到我们回声聊亮的 好吧 那么接下来赶快有请两位小火宝 闪亮登场 有请 请不吝点赞 这里的土叫新疆土 这里的人是新疆人 塞外风景独正好啊 边疆处处塞江南 眼见为十二 行许呀 千山南北转一圈 ching 不到长城非后 快呀 不到新疆困未遇 哦 A 耶耶耶耶耶 volunt хот 你们俩干嘛去了 说什么呢 给我们欢迎一下 来来来 介绍一下 一个我们特别可爱的 两个新疆的小朋友 苏莱提和拜尔纳 掌声送给他们 那个苏莱提最近 正上了一个舞蹈的节目 特别特别的火 但拜尔纳也 虽然年纪很小 但已经火了好长时间 你特别红 你知道吗 知道 人家知道 那你们特别红 你们知道 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伯乐 你们知道伯乐是什么意思吗 是老师 老师 那你们的伯乐是谁啊 袁运老师 你们的伯乐是袁运老师 你们之前见过吗 袁运姐 你见过他们俩吗 没见过 明白了 孩子们的意思是希望袁运姐成为他们的伯乐 太好了 我看到你们俩 我也觉得特别的开心 因为你们俩歌唱的好 舞跳的好 你们俩今天来是想请袁运姐当你们的伯乐 那你们得好好展示展示 你们都会些什么 对呀 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动向跟我们汇报汇报 白尔纳呀 在新疆特别的红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虽然只有七岁 但是 你自己说 开了一个什么 你自己要举办什么了 演唱会 演唱会 办演唱会 那你得会唱好多歌呢 那你们能不能现在就给我唱一首歌 让我们感受一下 假装现在呀 就是你那个演唱会现场 这底下的叔叔阿姨 爷爷奶奶都是买票来的 所以是吧 你得好好演 你知不知道 要准备一下 要准备一下 换身衣服是吧 那一会儿见 我会唱一首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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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